台南安平區連上建設的一個兩房的案子 有看到這裡嗎 雖然說是兩房 可是我們因客戶的要求 把它做成一大房 這裡是我們玄關的空間 所以一開始玄關我們用一個沙包 出場 大家好 我們是玄關的空間 這裡是天心設計 今天我要開箱五年前就開始蓋到現在 它已經沉屋了 然後這位屋主是兩位非常可愛的夫妻 他們決定不生小孩 他的想法非常的特別 我們怎麼讓他的想法 我們幫他打造成客戶想要的樣子 好 我現在來幫你介紹這個非常特別的空間 GO 這裡是玄關區 這裡玄關大門我們打開 就留一個空間 建商兩房的廚具就設在這裡 我們一進來就是利用地平稍微架高做客廳 因為為什麼很特別 通常兩房一定會隔至少一房對不對 可是這位夫妻是決定完全不隔間 所以我們就利用客廳的空間 幫他做一個這個 算是下坎式的沙發區 這個座墊 沙發座墊黃色 鵝黃色很酷 這個是我們特別訂製的沙發座墊 我來做給大家看 因為像這樣子的深度 我普通躺啊腳啊盤腿都沒有問題 然後更酷的設計是 他座墊可以整個平鋪在這個空間 所以當這位客人親朋好友好朋友來這邊凝聚的時候 客人喝醉了也可以睡在這個大床上 所以他是沙發平鋪就是一張大床很酷吧 所以我覺得這裡變成民宿應該也很棒 好然後再來他有區分他要運動的空間 有發現這個地方很有健擦工坊的感覺嗎 因為像我們常去很有名的那個健身 因為這個客戶就是運動是猛男 對他還有參加健美的非常厲害 然後我當初認識他的時候他是100多公斤 但是因為他中間喜歡了愛上了運動 愛上了健身還有去參加比賽 所以現在身材非常好 他就想要把健擦工坊的風格延伸在家裡 所以你看通常都有一大片的鏡子 就是我們健身的時候要練肌肉 然後他們家還有這個上面這個 這個好像是吊槓槓的 我吊不到 他就是可以練肌肉 然後再看到他下面有很多這種 練舉重重重訓之類的東西 然後再來一個很酷的設計 有看到他嗎 這裡還有一個盪鞦韆 所以我說這裡很像他們可以後續變成民宿 可能天天都有出去玩的感覺 就民宿 我們這邊還可以在這邊盪球籤 我覺得超酷的 有沒有很棒 還有一個更酷的設計 就是我們有把他這個空間架高之外 因為為了不浪費空間 所以我們這裡還有做一個和室桌 那我打開給你們看看喔 然後再來我們是這個 上仙式的大茶雞 這個地方他可以整個平的收在地板上 所以普通我就可以當做一個讀書的空間 或者是吃飯的空間 就他可以多功能 他是一張多功能桌 或者是你要玩桌遊 也OK 親朋好友在這邊小聚一下 也OK 這樣很實用的一張桌子 那我們還要特別介紹 除了這個上仙式的桌子之外 還有這個收納 這裡空間我們沒有浪費 所以我們每一個空間 就是讓客人可以打開上仙式 所以這個框框櫃裡面都可以擺東西 這個空間除了是用餐 娛樂休閒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健身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有設計了全身鏡 然後還有這個啞鈴的東西 還有上面有這個TRX健身的東西 可以充分的變成一個健身房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非常多功能的空間 再來我們特別隔層這個空間是 裡面有一個更衣室 他利用更衣室架高床 所以我上面就是床的空間 所以這個就是做成一大間 我們來看一下更衣室的空間 這裡我們架高床下面就是當更衣室 我們看一下裡面的格局 好 然後上面我們就是做成床的區域睡眠區 這裡有樓梯可以上去 那樓梯的空間一樣不浪費 所以我們有做成下先板 每個樓梯的空間也是可以做收納 所以這個空間收納做的很多喔 然後上去之後我們就可以當睡覺的區域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這裡我們就可以躺在床上睡覺了 我們這個空間整個一大間的概念 開放式的空間就介紹到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來結尾最後這一間的設計總結 天心就是你有想法 我有辦法 那這個空間是客人想要的氛圍 然後我們天心設計幫他特別設計成他的想法 然後我們施工幫他做出來 包括是這種下潛式的客廳 然後沙發可以變成一張床 再來是核式架高可以收納 還有這個升降餐桌 再來是非常酷的是 我把更衣室的上方做成床區 然後有一個樓梯可以上床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看起來是不是你喜歡的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非常特技 非常特別的開箱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天心設計 謝謝你的觀賞 掰掰